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说 一堂课45分钟 老师教个一两遍左右就能听懂了 可是对于杨乃斌来说 得妈妈教上个十遍二十遍 她才能听得懂 所以每天放学之后 陶燕波回到家做完家务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拿出儿子的书包 给孩子讲解笔记 为了让孩子能够清楚地看清他的口型 感受他的发音 陶燕波直接跪在地上 让儿子的视线和他保持平行 然后再把白天老师讲过的知识点 一句话一句话 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反复地教 直到儿子听懂为止 就这样一路求学 虽然辛苦但是幸福 正当他们高兴的时候 没想到却被同学们的家长 告到了教育局 说他们占用了老师太多时间 尽管说学校是反复地跟家长们 沟通过好多次 但是大多数的家长 依然不同意他们留在学校 无奈之下 陶燕波只好带着孩子离开了学校 可是小奶斌并不理解 她很伤心地问妈妈 妈妈 我们为什么不能再上学了 我们为什么要转学呀 我跟我的小伙伴玩得可好了 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只好说 妈是要带你去最好的学校 那儿也有最好的同学 可是每当他们走到原来的学校 小奶斌都会拽着妈妈的衣接说 妈妈 我们能进学校里走一走吗 能跟小伙伴玩一会儿吗 我想他们了 陶燕波每次听到这样的话 都跟刀扎一样扎在了心里呀 就这样 小学六年 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转学三次 这一路虽然走得艰辛 但是陶燕波从来没有放弃 因为他始终艰辛一句话 只要努力 就一定会有回报 果然2015年 杨乃斌以优异的成绩 从大学毕业 那个曾经被许多的耳科专家 断定终生不能讲话的孩子 用自己的努力 创造了人生的奇迹 那一刻 陶燕波也为自己和孩子 十六年的同桌生涯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离开了妈妈的陪伴 杨乃斌该如何继续前行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 陶燕波和他的孩子 杨乃斌的故事 这十六年走过来太艰辛了 是 那也是我陶燕波 在这一生当中 最美好的十六年 最青春的十六年 是 就是在这个课堂上 你陪着儿子 在旁边听讲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告诉他 你听到的 学到的呢 就比如说 我们上课的时候 杨乃斌就用眼睛 看着老师的口型 我就在下面 飞快地记笔记 而且我达到什么程度 老师说什么平行四边行 什么三角行 我就可以把图形画下来 我就可以达到这种速度